是 我是羅阿伯 我是馬克林 我一直沒有一個很正規的 一個方式讓我在那個地方學習 吸引咎於這樣的一個課程 那到這邊來之後 我就發現 得到我的乙鹽的 minister Wright 終於找到我 可以在那邊好好 可以這邊停留很長的時間 很大的不同 因為在學校 我們比較有師徒那種關係 就是比較有點進而言之 那種直覺上 那如果來這裡 就好像一師一友 我們也是常常用英文交談的 那他也常常糾正我很多 有時候我又跟他說 你進步很多了 更互相忌妒 只是講這個是很難聽 是更互相鞭策的 我真的是 有時候講說 一個這麼有名的一個外科醫師 他可以把英文糾正得真好 我真的是 真的很慚愧 因為我至少在這個領域上 比他走了十幾年 那現在我們的英文是 比他更需要再努力的 進步的空間 有時候我自己很累的時候 想真的中午想躺下來休息 當我躺下來的時候 想到Robert在那邊寫英文的時候 我自己就醒來 我的車子就不聽使喚的到個人BR來 這是一個夢想 所以實際上我們兩個學習這個英文的過程 是有一點真的是互相在 敵力 而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我來這邊學習英文的一個動力 一個半夜前 我還在台中一家五星級飯店 主持一個兩個小時的英鎊學生 有27個國家的學生 進來的一個介紹會議 我對我自己可以主持兩個小時的英文 我自己都嚇一跳 下面還有幾位是大學的英文教授 通常以前的情況 我是一句話都不敢講 而且我站在那邊講完 等了兩節課下來之後 那些英文老師說 Makran, you are so good 這個就很覺得說 對自己 這一年半來的心血 我是沒有白費 所以我們對錯 我們都很敢表達 因為在個人必要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等我表達完之後 甚至有機會說 我們是在比較少人上課的情況下 老師會很有時間來糾正我們的英文 我們兩個加起來100歲 但是我們仍然每天來學英文 所以年紀不是問題 最主要的要有心 大家董事實所能